这次我们新品一旦面试 少说也得转他一个亿 其实 我觉得至少两个三个亿 行了 先转一个亿再说 我感觉我们组可以 但至于别的组嘛 那就不知道了 喂 你说谁啊 我忘记了 你不是我们组的 你是程阳组的 好 好 好 我跟你讲 余夏虽然去程阳组了 但是他的心 肯定是在我们这边了 是吧 人走心内动 白小姐 今天的大秀相当地精彩 您能再向我们介绍一下 相关的设计理念吗 好啊 这什么呀 我们海耀集团 这一季的主题是水天一色 我们即将展现低调 素雅的中国色彩 同时 我们也希望展示出 我们的中国风设计 视如云烟般轻盈 并不是大家印象中 那般厚重 不适合出门着装的 那您对海耀的未来 有什么畅想呢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将未来 我们海耀 一定会在我白小曼的带领下 做得更大 更强 更好 谢谢 谢谢白小姐 希望大家期待我们更好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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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抄袭的是一部分 还是全部分 刘培已经去打印了 这是我朋友在现场拍的 赶紧赶紧看一下 交来 程遥 冲突遍看 是全部吧 咱们准备那么长时间的大秀 现在不明不白了被抄去了 而且还这样准确无误 咱们公司有内鬼吧 设计是从你们组流出去的 你不该说的什么吗 陈阳 我说过几遍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能接触到这些机密图片的 你们组都有谁啊 我 我 还有莫菲 那肯定就是你或者是莫菲流出去的 要不然这个视频怎么解释 问题不是我干的 那就是莫菲了 现在说这个有用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解决 现在的重点就是抓住那个贼 昨儿个可以把图纸给别人 那明然后天不知道 到底是谁泄露了公司机密 我查清楚 我会一世动人 通知保安部 把项目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对准了程阳设计师门口所有监视剂 和所有素材给我调出来 对准了 对准了 你通知一下公关部门 跟他们说一下 把之前所有的新闻稿全部撤回来 而且也通知各大媒体 通知他们怎么的发布会延迟 好 还有 让网络部门同时查一下 咱们公司电脑是不是有别黑点了 从现在开始全部给我提起精神 在下一次发布会到来之前 设计出所有的新品 好 我去处理 唐总 凯曼那边 我去找方笑愚解决一下模特的事情 你要今天晚上几点的飞机到上海啊 晚上八点 所有的行程 照旧 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不要告诉他我们的发布会延迟 我来亲自跟他解释清楚 大家都清楚唐总的意思了吧 从现在开始 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 其次 配合公司的调查 散会 传岸和莫威你们俩留一下 发布会被抄袭的作品 都是你们做的 是 明天是发布会 这意味着什么 公司会损失很多钱 它仅仅是钱的问题吗 除了钱还有 你们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们的作品还没有曝光 就被抄袭了 就跟明天你们上战船打仗 枪丢了有什么区别 是 唐总我们不会把设计 随便给别人看到 请你相信我们 我相信你之后呢 明天发布可以招就吗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程阳 你是组长 这个事情由你来负责 唐总我懂你的意思 不管设计图 是不是从我这儿流出去的 我作为组长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愿意接受公司 对我做的任何处罚 明天写份书面检讨 交给夏总店 好 还有你 莫菲 那个设计图 又不是你们两个泄露出去的 凭什么让你们两个写检查 你别说小孩话 我俩不写 谁写啊 唐总写啊 你什么意思呀 我可是在帮你们 还有你 我对那个唐总也太好了吧 什么都拥护他 他做的什么决定都是对的 你可是他正牌女朋友 他不保护你也就算了 还拿你进猴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 可是陈阳说服了我 这次丢的图呀 全部都是我们组的 而只有我和陈阳有登陆权限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明轩也太小气了吧 那发布会下次再开呗 这还小气呢 你知道这次给公司损失多少钱 都有多少 场地费 你们俩工资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等 模特费什么的 都都不是这样算的 公司呀要靠这一季的服装 去卖钱盈利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 比如收购 这些都受到了影响 如果真要给出一个具体数字的话 至少有大几千吧 几千万 唐明轩没有把你们俩给打死啊 天哪 不对 那为什么写了检查 还要交给那个夏雪玲啊 她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 她什么意思 电话给我 我问问她 多多 该说说不该说 我拱火吗 你也知道有火是不是 没有火我怎么拱呢 我跟你说莫菲 你不要写 程阳写了就写了 你千万不能写 对 其实呢 给谁写检查 我并不是很反应 也就是太大度了 我犯的错误 我自己会承担的 好了 干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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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我觉得你一直这么复出 她不会领情的 你一直复出复出复出 她看不到的 如果有一天你不复出了 她还会觉得你不对 你不要太傻了 好 为什么丁好的发布会 会突然取消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您的了解啊 会有一些误差 我们的发布会不是取消了 而是要延期举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样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的吧 我不否认 好 邓先生 尽管我能理解归公司的处境 但是 是您公司单方面的问题 导致发布会不能如期召开 我们之前的框架协议也就作废了 很遗憾我们的合作没有达成 我和我的助理将返回法国 我们必须向公司解释一下 这次终止合作的原因 首先作为公司的负责人来说 老非诚真诚地向你们道歉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呀 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我希望等我们的发布会 再次举行的时候 到时候我再邀请您过来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再聊一下收购推荐的事情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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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规定 其实我百分之百地理解 可是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哪怕只有百分之十 这件事情真的让公司损失得很大 我压力也很大 谢谢你 稍等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 我说你可以走了吗 丢失设计图这么重要的事 写个检查就可以了事吗 那您是觉得我是字数不够还是态度不够成感 不管你写多少字 不管你写多少字也没有办法弥补明远受到的损失 你懂吗 可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而且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是想让我赔偿吗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 虽然你不知道损失的具体金额 那大概也有个估算吧 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就算搭上全部身家也赔不起他 既然您知道我赔不起 那您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好好想想 为什么流失出去的不是我们组的 而是你跟程阳组的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 你自己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留在明远工作 我说夏总监 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呢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只是明轩不愿意面对而已 公司的电脑系统一向都是很正常 除非是有人坚守自导 不然怎么会流失出去呢 好 既然您这样说 那我就要问问了 我为什么这样做 这爱做对我也有什么好处 据我了解 海耀的白小曼跟你是大学同学对吧 对 明轩知道这个事吗 知道啊 如果有人故意把设地图卖给对手公司 那应该会比老老实实留在公司做个设计 来钱快挣得更多吧 明轩真的是太容易相信人了 怎么会让一个临时助手随便地登陆公司的账号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把设计图给了白小曼 只是为了拿他那么一点年的钱对吧 好啊 既然你这样说 那拿出证据啊 因为我也很希望 这件事情可以早点水落石出 莫菲 我就是好意地提醒你 你现在离开明远还来得及 如果这件事查出来跟你有关系 不只是你吃不了兜着走 连明轩也会颜面扫地 那夏总监收紧的好意吧 我不需要 唐总 公文部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 撤销了所有 关于发布会之前的消息 同时撰写了 关于发布会延期的稿件 已经发给纸媒和网络媒体了 监控吗 我和佳希分别查了 从下午的开始 到昨天的所有录像监控 除了咱们公司的员工 没有外来的员工 拦了我们设计师 那我们的网络情况怎么样 网络方面我们查了 没有被黑客侵入的迹象 电脑也查了 没有植入木马病毒 但是 在莫菲和陈老师的 设计账号的时候 有一些发现 来 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设计账号的 这一天登录时间 是在半夜两点多 半夜两点多 谁的账号啊 是陈老师的账号 怎么可能 不是我登录的 会不会是系统有什么迹象 所以显示出来有问题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陈东东 你能不能把话一气说完 别跟挤压膏似的 但是我们查了所有的浏览记录 发现留出去的照片 和这一天的浏览记录 都是一样的 唐总 我是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用啊 我是想听你说真话 真话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干过损害您和公司的事情 那浏览记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设计图稿两个星期前已经出完了 我现在主要盯的都是制作方面的问题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了 而且就算看我不可能在晚上两点看 你跟我说实话 你的账号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知道 我对所有人都保密啊 包括我女朋友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是公司的管理者 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明白他呢 这样的话 我只能用辞职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你辞职有什么用 你现在辞职 大家只会觉得你心虚了 你更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 说这个浏览记录与我不无关 我到底明白了 账本上 我跟你表现个态 虽然这个事情对于公司来讲 损失真的很大 但是我不会轻易找一个人 来背这个锅 你回家里边啊 好好休息几天 好好想一想后续的工作怎么进行 毕竟能够挽回这样的一个损失 只有出好的作品才关于 我明白 谢谢你 唐总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你还好吗 跟他解释清楚了吗 莫非你相信我吗 我不会出卖公司的 我当然相信你 肯定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止我 大家都相信你 对吧 东东 陈老师 我也想相信不是你干的 但是公司上上下下都查了个遍 只有您的账号出了问题 就算这中间真的有什么误会 那又怎么解释 连浏览的照片 都跟海耀发布会上的一模一样呢 东东我说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怎么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呢 你相信陈老师 我只能说我相信证据 没事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明天我不会来了 什么 他难道要开除你吗 我们聊聊吧 ук 过来做 这是怎么了 现在整件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 不能因为陈杨的浏览记录 和泄露的图纸一样 就认定是她做的 可你现在停她的职 就相当于告诉全公司 她就是贼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整个的过程都还不清醒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相信 程阳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平定的整个过程 不能太主管 我要给全公司上下 和所有的员工一个交代 好 那我再问你 程阳为了水色的付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为什么要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莫菲 你不觉得你现在管得 有点约下了吗 好 你一定会难过 你一定会想我 却一如既往的洒脱 面无表情的你对我 说放手 就放手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羞慕 恭喜你提前杀情了 我许起背景的角色 就列 instal 四 tribes看了 稍窦特别提前释 我今天事为微有你的其ja 收藏自己的歌 然后 if you like 那你对や 争顽与迟换完 今天爱上全 üzer5月要我 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你的忍受 没想到你们组这么快就要散伙了 散不散伙也是唐总说了算 也是 你本来就是过来实习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快开学了吧 我会等到这件事情 雪落树说的时候才做的 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 看来还是得请有关部门过来处理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报警 明轩有时间陪你玩 股东都没有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专业的事情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来解决 毕竟我们公司不是法院 不是吗 你要干吗 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会证明程阳的清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开明远吗 如果在这五天之内 我没有证明程阳的清白 我会选不该走人 怎么 不希望我离开啊 好 最多两天 三天 你不要太过分了 否则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明远待下去 到时候我会让保安 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 好 因为发布会的原因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跌 对不起 爸 SLC的收购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钱 SLC的收购对公司来说 大气是沉重的 接下来如果再发生一件类似的事情 后果不堪设想啊 爸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希望您可以相信我 我可以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好 最近夏叔叔家有没有去啊 没有 经常过就走动 公司现在是多时之秋 争取夏家一家人的支持 很重要 我有能力可以自己处理好 明轩 这些年你应该清楚 很多的事情我不想插手 但是轻舍到公司的存亡 我必须要管 这是兴致上的问题 你得清楚地知道 你现在承担的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责任 是整个企业它的存亡和未来 是我们明远集团所有员工的饭碗 你是我的儿子 其二代 你的这个命运改变不了 这就是一种归宿 你要知道 总有一天我夏叔叔或者是方卫我 要退出历史乎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 要成熟要稳重 让自己强大起来 你才能承担一个企业 明白吗 我懂了 为什么便面是那一天 那一天 这一天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念头啥呢 磨成了 吓死我了 去给我拿可乐 你还喝可乐 可乐很胖的 我有人要了 快点 我看你就是想使唤我一下 怎么样 是你电话想发的 怎么接电话呀 阿姨 喂 陈阳 我说你好好想想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 你和谁在一起 为什么两点钟会登陆呢 你谁呀 陈阳 莫菲啊 你过来喝酒吧 不喝酒不跟你聊 莫菲 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对 喝了好多酒都在家 怎么回事啊到底 可还是因为设计图那事嘛 还没查清楚 怎么现在连班都不上了 那有割古代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多多咱别整个没问话啊 哪出人命啊 草菅什么草菅 你给我闭嘴 这个事到底是谁在查 是你们家唐总吗 不行我明天亲自去趟公司 好好找他说理去 多多我说你先不要激动 这件事情现在有点复杂 不复杂我跟你说莫菲一点都不复杂 不是那样的人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那胆子 多多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我可没跟你赌气啊 我们家男人几斤几两 我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要不然他早就不要我了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这么久 你知道吗莫菲 这样吧 你看智杨的状态也不好 这两天他也肯定上不了班了 那你就好好照顾他 多陪陪他 就当是放了一个长假好不好 我先不跟你说了 他好像又要吐了 姐 你改行当福尔摩司了 姐夫的公司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新装秀都停了 怎么打 省于不省 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啊 那倒没有 那就好 无非就是说 明远要倒闭了什么的 什 什么 行啦 我给你熬了点儿粥 一会儿喝点儿啊 对不起啊 童童 说什么呢 不管明明怎么说你 但我只信你 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 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 没什么啊 你把这边的鲜医医院 好 你怎么得来 很难的 我先去我 走 昨天最后是谁跟超好在一起啊 沈佳希啊 两点十四 进门时间 喂 多多 你们在哪儿 我有一个重要发现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去查监控那天 你和沈佳希进去的时间刚好是两点十四分 而设计图就是在那一天丢失的 而且和你们进去的时间刚好是吻合的 莫非你的意思是说的 沈佳希拖了设计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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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不是 证件 不是 我没有急事啊 不好意思啊 必须要有证件才能录你 帅哥 前两天还没这样呢 抱歉啊 多多确实是这样 设计图丢了之后 公司管得就特别严 要不我先进去跟沈佳希聊 毕竟是我们那么多年的朋友 你这样的态度我怕会计划矛盾 那我们再办法当年 什么事说吧 忙着呢 聚餐结束那天你是几点把程洋送回宾馆的 你没完了是吧 我可没那么多工夫陪你先聊 他电脑登录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正好和他在一起 你说在一起 就在一起啊 宾馆的监控录像都有记录 然后呢 你想说什么 所以设计图 是你给海耀的吧 莫菲你是没吃药吧 设计图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监控录像里面 有我跟程洋在一起的时间记录 那有没有记录着 我跟程洋都干了些什么呀 有吗 这些证据你拿到法院讲法的地方 那有办法证明就是我亲手偷偷设计图 再把设计图纸亲自给他海耀 可至少你有嫌疑 对 说到嫌疑 难道不是程洋的嫌疑最大吗 对了 你好像也有登陆的权限 现在证据没有查到你 你就敢确定 你真的就那么干净吗 现在修说你什么意思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你也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 那当你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想过这个吗 莫菲 人啊 活得不要太双标了 从你绑上唐明轩之后 你敢说你没变过吗 这跟唐明轩又有什么关系 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找我茬了 你为了帮程洋摆脱罪名 就这么诬陷我呀 还是说设计图纸背道这事儿 你们两个人都有关系 现在着急想找一个人背黑锅 沈家夕 沈家夕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自己做过什么 我心里还真不清楚 但是我清楚的事情是 如果你再来纠缠我 我就报警 所以你今天是去找沈家夕谈判 然后失败了呗 对 该说的我都说了 可什么都没有 你没跟她说咱们有那个 宾馆的监控视频为证据吗 我说了可她就是不承认 看来我们就能加上别的办法了 不可她现在是反了吧 她就是急软怕硬 我跟你说 莫菲 她是不是忘了 上次我打她那巴掌多疼了 多多我说你冷静啊 冲动是魔鬼 不行 这次必须得听我的 来 面来喽 面来喽 看看 香的呢 等近了吧 谢谢 来来来 慢吃啊 慢用 怎么 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承认是工作的时候我态度不好 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本来工作就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你不能生活当永远生活的欺负 现在不是工作的问题 是我们两个思想上本来就 就有冲突 那每一个人的思想她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更何况遇到工作 我们大家立场也不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陈云好 她是你自己找来的设计师 而且现在这件事情 都没有调查清楚 你就 你就完全推给她 是这样 她首先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 我们应该相信她对吗 嗯 但在生活当中 你我包括她 我们都会出错 出错没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背后的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 你看 你现在就很主观 你一直在给她做有罪的假设 你不主观吗 除非今天你跟我说一个确切的理由 可以证明陈阳 跟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今天我会当着你们两个面前 向你们盗窃程 我们大家都相信陈阳不可能拿着设计图稿 去到海耀公司把这些东西送给她们 但事实既定发生的是 这一切东西的流出就是从她的渠道出去的呀 这一点我不可否认了 其实 算了 这些事情 满分就会有结果 再吃面都凉了 今天我们两个吃一碗面好不好 我吃蟹肉 涼面 你喝汤 那怎么了 那我吃肉 因为吃面 谁喝汤 你喝豆 快吃吧 沈佳琪 你这个害人惊 我们家诚阳怎么你了 你为什么要害她 你有病是不是 没吃饶快要吃药去 上次哪儿还没打够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就是给你一脸你不要 让你出去作证这么难吗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贱人 这可被活活打死 我就不作证怎么了 你 怎么你 竹竹 竹竹竹 你冷静点 诚阳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劣了 我们公司 因为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已经有很多的负面新闻 还闹出这样的事了 就是 之前莫菲就一直找我麻烦 我看程阳的女朋友 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挑唆的 沈佳琪 你给我闭嘴啊 你什么意思呀 还想打我呀 你在这儿女朋友 这一眼什么攻心机呢 行不行我再打你一次 你是打我打顺手了是吧 竹竹 你们吵构了吗 到你们家呢 唐总 夏总 我替竹竹跟你们道歉 我知道今天的事 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对不起 我们还是说说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吧 程阳 本来偷图这件事情 你的嫌疑是最大 你现在处于停职的状态 你不但没有在家好好反思 还带着你的女朋友来我们组 找沈佳琪的麻烦 甚至在公司门口大打出手 所以我认为 很有必要把你们送到公安机关 把事情都调查清楚 另外 我们还要发律师函 追究其带来的所有责任 不是 那什么意思呀 可以啊 夏总 距离我们的约定 还有一天吧 什么意思 我和夏总监 做了一个约定 三天之内 找到幕后对手 否则 我就会离职 我同意了吗 我已经决定了 莫菲 一天时间找不到吧 只要有时间 就有希望 我想赌一下我的运气 要我说啊 这个人生 很多时候是需要运气的 我又感觉我运气特别好 因为可以跟小雯你作为同学 谢谢亲爱的 把我这记下 这个啊 可是凡可雅宝的最新款手链 可好看了 你又送我礼物 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关系 反正我的手势也很多嘛 小雯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报答什么报答 咱俩都这么多年老同学了 别说那客气话 你看 你真好看 你说这个莫菲也是傻 干吗得罪你的 又动不过你 可能啊 我比他多的 就是 那么一点点点运气吧 你多的可不止是一点运气 你多得更是实力和你的双双 昨天莫菲竟然像傻子一样的 过来质疑我 问我是不是把实力图纸给了你和海耀 你说他 无凭无据的 就这么过来 不是自取其辱吗 谁说不是呢 不过 知道曾上又怎么样 毕竟口说无凭嘛 我看这次啊 就连他的小唐总 不会相信他了吧 明天就是他和夏雪凌约定的日期 真的好期待看到他 可以卷步给走的那样子 只不过啊 可惜了那个程杨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的设计师 你说他当初为什么非要选明远 他要是来我这儿 也就没这些事了 那个程杨就是一个怕老婆的软蛋 活该他背过 别人就会喝酒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命 他恨不得直接钻酒缸里去 但也是 这男人不喝醉 女人哪来机会呀 对了 那天我把他送回去的时候 他醉得不姓人事啊 你等着人在一起 你还是要坏的 他们要坏的 也行 你是不是有坏的 尼亚 在兄弟怎么办 当初是世子 你还要坏的 不用判断 我只是买在哪里 好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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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程老师 多多 你别碰我 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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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妈呀 来回来 继续 我还真是没看错人的佳希 你不仅漂亮还很聪明 这次你这个一石二鸟 还真是意外之喜 可是跟你比却不行了呀 那天你们海耀发布会的时候 你太漂亮了 跟国际巨星似的 谢谢亲爱的 这说回来呀 还都是你的功劳呢 要不是你 我们海耀的发布会 怎么会这么成功 那来 在这里祝小曼你和你的海耀生意兴容 干杯 干杯 今天是莫菲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可是她到现在都没有来上班 许柳 你是认真的吗 明轩 你要这么明目张短地袒护她吗 我没有想到谈过任何人 我现在只问事情的结果 都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们挽回了什么 股东们众目所望的新款 到现在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自己内部还要纠结这件事情 到什么时候 明轩我问你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莫菲有关 你打算怎么做 我现在手里有两份文件 一份是公司人事部的通知 设计师程阳在任职期间 利用植物之变 盗取公司机密水色设计图 并转给对手公司 达成个人的不可告知的目的 现公司决定 对程阳进行开除处理 并且 永不录永地通知 还有一份 是公司法务部起草的律师汉 明远因程阳个人问题 造成了对公司 巨大经济及名誉的损失 现公司决定 对设计师程阳 追究法律责任 明轩 我知道你爱惜人才 但一个人除了才华 还要兼具德行 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还有 我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 一会儿会送程阳 去调查审讯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不是 但这是可以给股东们的交代 盛哥 莫菲来了 我找到新的证据了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啊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东东两个人 我把东东给哄回家了 直接我送他回酒店 他一上出租车之后 直接不省人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扶他 口红不小心蹭到他衣服上了 他女朋友米多多就以为 我们两个人歪鼓掌了 直接闹到了公司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 手机 你冷不冷吗 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还给我手机 我们也是公司工吧 夏总 您好 你们先出去吧 是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知道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帮白晓曼做事的 夏总监 您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跟白晓曼是大学同学 可是还没有收到这种程度 是公司对你不好 还是我对你不够好啊 你为什么要把设计图给白晓曼 这设计图是从程阳那边流出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连信号都没有怎么偷 昨天 莫菲竟然像傻子一样的 过来质疑我 问我是不是把设计图纸给了你们海洋 你说她 无凭无据的 像这么过来 夏总监 不自取其辱了吗 你我给你解释 我错了 我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弥补她 你怎么弥补啊 公司因为你的行为损失了多少钱 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 你要弥补 恐怕你要赔到倾家荡产老无所依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就去公司免费上班都没关系的 只要你不把我都给警察 拿我什么招都行 我告诉你 就算十个你给公司白打工 做到死也弥补不了 夏总监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夏总监 求求你了 我爸妈身体都不太好 他们一直都在乡下 他们什么都不懂 只要你能够放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真的 夏总监 我真的都只会一声糊涂我 又听白小曼的话 你先起来 我被他们骗的 我不应该那么做 让公司损失了他们 我问你们 要是公司跟海耀打官司 你会站出来指证白小曼吗 会 我一定会 不会把公司 把所有东西都追回来 又会告诉别人是白小曼 抄袭了我们公司的作品 好 我知道了 夏总监 那他怎么办 让他先哭个够 然后去设计部收拾东西 再到人事部办离职手续 好 可以 凌轩 我想跟你聊一下沈佳希的事 他的事还有什么兄说的 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就算我们把它送进相关部门 也弥补不了之前的损失啊 雪柳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什么了吗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 但是我们势必要看看她的品行啊 她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她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也知道 沈佳希她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她的背后是海耀 实际得到利益的人是白小曼 我们为什么要拿沈佳希开刀呢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海耀不是她 开除一个沈佳希很容易 如果不揪出她背后的人 这个隐患依然存在啊 你以为我会放了白小妈妈 这是现在我们要忙发布会的事情 等发布会结束了以后 我会慢慢地找到散战 所以说之前你跟雪莲约定好的三天之约 看来当时很有自信啊 没有 但是赌气 那你不怕她给你开掉啊 可是我更害怕的是 明知道有人被冤枉了 我还是选择沉默 随波逐流 我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我怎么感觉你这话里有话呢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变相说我呢 我要说你的话我就会直说的 要不要跟我讲讲 一会儿怎么找到证据的 因为设计图丢失的那天 和沈阳喝多的那天是一天 而那天只有沈佳希跟她在一起 我当时就直接去问了沈佳希 可她失口否认了 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所以就让陆珠偷偷地跟踪她 结果她真的和白晓曼见面了 别人去餐的时候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她可不 她恨不得直接钻去酒缸里去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啊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午和东东两杯了 所以 你打算怎么处理她 怎么了 就是 佳希她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她本质是不坏的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走上了些路 所以你可不可以 再给她一次机会呀 你啊 你就是心太软了 你这道规矩她是看得见的 但是人心是看不见的 我们做企业 我每一天遇到一百件事件 我都要处理 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 他们这种做法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唯一能制约的是什么呢 是规矩 还有公司制度 要不然你说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要法律做什么呢 佳希 你不清楚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不清楚 自从进了明远之后 我发现 我们俩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处处地针对我 你一进明远 凭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成为 程燕的助手 而我还是能做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兵 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视我 我做得也不比别人少 所以我投靠白小瞒 不仅仅只是因为钱 所以你从来 都没有把我当朋友 朋友 看在你说我们是朋友的份上 我就再告诉你一个明远 我还是在这边 凭什么事 我来不想和我 我来不想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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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也不用反复在赶工吧 好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齐心协力 做出新的衣服来 来弥补公司的损失 是不是啊 是 对 我们要好好做设计 一定要做出比水色更好的作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让我们公布难关 加油 你别发现了 都怪莫菲 找人跟踪我 偷拍了我们吃饭的视频 然后呢 他们先要告你吗 没有 没有 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就这么轻易放过你了 他们让我答应 说是你指示我干的 这样子就可以对我既往不咎了 你同意了 小曼 这些都是缓兵之计 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放我出来呢 再说了 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恩将仇报呢 现在只有你最懂我 我也是最依靠你的 你放心 只要我在海耀待的一天 我就绝对会收口如瓶的 我就知道佳希你最好了 咱俩关系这么好是吧 刘蕊 刘蕊 在 白总 你等一会儿带沈小姐 去办一下入职手续 然后直接任命她为设计师组长 以后但凡设计上的问题 她都有权参与讨论 听到了吗 好 知道了 小曼 谢谢你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好好努力的 你的能力我知道的 只是 如果以后再有人问到这事 你放心 就算他们打死我 我也不会把你供出去 ай 醒了 轩哥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还没走呢 我怎么走啊 而且现在设计部的人都没走 加班呢 全部啊 对啊 全部 哎 轩哥 想真的啊 咱们公司的设计师 跟其他公司的设计师比起来 真的太偏了 这回你终于能安心休息了吧 今天早上啊 帮我去找些发布部 跟他们收一些参考一下 之前咱们跟所有合作商 的合同 弥补这些赔偿 还有啊 咱们工厂的尾款 稍微压一下 等咱们的发布会结束了之后 再付尾款 一定要跟人家提出清楚 是为了避免双方股标的所致 好 最后一遍 你可以下班啊 还玩这样吧 您忙完了我 就这样送您 你陪我加班通宵 不是 你不过推辞一下 我给你最后三年多保留 告辞 整体感觉还不错 但是层次上还是差一点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 我们只考虑了面料 在画面中远紧的层次 可是没有考虑静静 而且我们之前用了绘画的这个技法 就应该坚持到底 考虑到时间和成本 我们再重新改面料再改工 困难太大了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说呀 要不然加一些丁珠装饰在上面 现在整件衣服都太素雅了 如果加一些有层次的俗绣的话 效果会不会更好 丁珠会不会太繁杂了 图案怎么捡 我觉得珠绣的效果很好 但是我建议可以在外面加上水晶沙照衫 因为多了一层朦胧的沙感 会让原来比较强烈的泼沫效果 显得柔和一些 而且水晶沙的材质有一些反光 能让整件衣服显得低调又滑里 水晶沙虽然是透明的 但这也像是山水画当中的云雾 而且在行走之间 前景就像是印了一串画一样 被风吹起来 只要一说的话 竟然评念了一些诗意呢 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陈阳 你在图案上的选择 确实应该好好想想 如果整体用蓝紫色系的竹子 图案既要有层次又要文雅 一般的花鸟愚蠢可不行 路怎么样 路 会不会太复杂了 因为复杂才不会有人愿意做 工艺繁琐 才不会有人愿意模仿 敦横壁画的九色路 有神话色彩的寓意 再加上我们的苏绣 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 这不刚好符合九色路的形象吗 还有它路角的层次 你们觉得呢 可以先试试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 好 好 我礼拼你 王老师 所以我是在帮他 在帮公司 不管你帮谁 该说谢谢 我一定会说的 哪怕别人不领你的情 我只求做到问心无愧 不认真 Tipp 哪怕 不用说 我是在帮我 这个山澳的水 我都没有时间 我怎么会很诚订 我对你今天要去研究 你真的要去研究 你真的要去研究 你只要去研究 丑小鸭煽动自己的翅膀 试着飞了飞 如今啊 她的翅膀已经见识多了 扑动起来也有力多了 那你告诉姐姐 你喜欢丑小鸭吗 喜欢呀 那为什么喜欢呀 因为她很坚强 那你会像她一样吗 会的呀 姐姐 那你还会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了 我答应你 到时候回来看你好不好 好 我回来看你的时候 你的病一定就好了 来 姐姐继续给你念 好不好 小朋友就给她告别的 她现在可是越方的红人 任何难搞的小孩 到她手里啊 都服服帖帖地不顾不闹 你又还跟我讲说 希望她多留几天 姐姐从小的时候 就可以和小朋友打成一遍了 把青枝吹向弯弯曲曲的水渠 好 我们就先不打点她们告别 到那边去走一走 好 我听说你们最近那个新装发布会 出了点问题啊 解决了没有 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我们的新的发布会 也会入期居行 那跟SLC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还在正常的沟通当中 还是想收购她们 方叔你应该很了解我这个人 我做事情比较任性 不到最后我很能放弃 我之前听说方叔 不是也想收购SLC吗 传言传言呐 我已经收购凯曼了 再加上一个SLC呢 这经济上太吃力了 不会啊 不会 倒是你啊 真的 看到你我真的很羡慕你爸爸 虽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的工作能力上 比笑语真是强太多 听什么时候方叔 笑语也很优秀 只是我们俩做的工作不一样 在不同的领域上 她 她 她优秀是吗 她现在是在吃老粉 还好我的骨头硬了 可以让她啃 要不然的话 那个欠欠以后 脂肪谁呢 欠欠现在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方叔 你也不会那么担心吧 欠欠这个病啊 我打算 还是带她到国外去做康复治疗 可以避免一些纷纷扰扰 等她真正康复之后 我才能真的放心回来 是 欠欠 欠欠哥 你来了 是啊 过来看看你 莫菲没跟你一起来吗 她那个进的公司表吗 改天我们再聚嘛 好吧 你帮我转告莫菲 身体最重要 可欠不能熬夜 不然跟我一样 进了医院呀 你就什么都完了 知道了 包括我在内 好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莫菲调休啊 为什么呀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呀 放心吧 我要为你写一首最甜蜜的歌 挖掘你的疲惫 现在就紧紧的听着 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 当你感觉到累 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 我想要 你牵扯手你也爱我 我是你在无尽的眼 破灭的蜂蜂 我想玩那个 那个 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 你现在不能玩的 要你的命 那个东西 你是不是想要你特别的命 那我什么时候能玩啊 一年以后 一年以后我肯定带你来 来来来 我再来 你跟他比拼一下 我怎么觉得一年之后你也悬呢 为什么呀 你忘了 想着就在那边过山顿 拖了一碗 被你爸一顿揍了 唐明轩 现在提小时候的事是吧 你就没黑历史啊 特别多久了 来 说说说说 四肢不协调 学骑自行车半年都没有学会 就是他 记得了吗 你玩不了过山车 特别怕蟑螂 每次见蟑螂抱我大腿 就是他 你玩不了过山车 还有一次上生物课 不敢养残 一周都没去学校 就玩了 你连过山车都玩不了 玩这个 不足迹是玩这个 玩这个 别吵了 试一下 我不是不敢玩 我特别敢 只是我妹妹现在身体还没恢复 哥 我想想了 你就是玩不了过山车 跟你玩去 什么意思 上啊 谁不去谁 谁不去谁 上 真的 我跟你说你现在后悔啊 还来得及 上来 上来 扣紧点啊 扣紧点啊 放松一点吧 我很放松 对不起 这儿少开始 开始了 来 别拍我 别动 别说话 我说你有的时候 跟唐明雪还挺像 尤其是嘴硬的时候 我 我一点事都没有 你别晃 别动 来来来喝点这个 缓解一下 我没事我缓解什么 不是你拿着 油也方便吐啊 别以为给我这个 就会谢谢你啊 你们三个饿不饿啊 我就没点午饭过来 那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我是吃不进去吧 那要不 我们去前面那边坐一下吧 刚好有桌子 走吧 走吧 你要不要吃点冰激凌呀 我小时候晕车的时候 我妈就给我吃这 吃完就马上好了 是吗 莫菲 我要跟方倩一起离开上海了 离开上海为什么 她手术不是很成功吗 但是我害怕疏后 会有一些并发症 我跟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 还是带她去国外 做一些系统的检查 这样我会放心一点 那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啊 这几天票就买好了 票下来了 我们就出发 本来还想说 在我去法国之前 好好跟千千玩玩的 没关系 等她所有都正常了 我会带她来看见 莫菲 谢谢你 谢谢你 继续玩上 你确定你可以吗 我可以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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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 你不能打算 你能有一些招待 那么 刘是 稍后 有了 你的知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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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方总监 不要再跟着我了 求求你了 我喜欢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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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方法去抒发 所以就只能画画了 贫穷和爱情确实很容易催生出艺术家 对 我当时就是两样全有 但后来呢 现在看你好像不是那么高产吧 可能是老天太羡慕我了 当时把两样全都兜走了 所以我就见产了呗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只能留一样 你会留哪一个 姑娘 财富还是才华 我能说我都要吗 你不知道在上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你啊 你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时候啊 顶多我算是暗脸 是我最高产的时候 那个时候 确实我暗脸过一个姑娘 那种倾诉 让我有许多的想象空间 可惜 那只是暗脸 没有方法去抒发 所以就只能画画了 啊 跟老乒博 有时候 bubble 露挂了 这个怎么会 Culture 其实也不笄想 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对手 发布会的时间定下来了吗 确定了 只要咱们这次发布会可以顺利进行 我相信SLC 他们会主动回头来找我们 你还是把重心放在发布会上 对啊 倩倩要走了 是不是你得去送一下 他特意说的 不想让我们去送 可能是我老了 你们的事情我真的理解不了